好,這集我們來特別關心到的是 近期呢,機方的各國紛紛對中國大陸 它的電動車祭出非常重,非常重的一個稅 美國先來關心,從8月1號開始 對中國大陸電動車課徵的關稅 目前是已經高達了百分之百 加拿大的部分稍後也跟進宣布了 10月1號開始會來做跟進 加稅的幅度同樣來到了百分之百的一個關稅幅度 歐盟執委會8月份的時候也針對了大陸電動車關稅 做了最終決定草稿 好,建議的加徵範圍是百分之17到36 百分之36算是它最高的一個稅額了 那時間這邊說了長達了5年 這當中大家要注意到一個國家真的很特別 大家眼中一直認為說 美國的跟班英國 這一次竟然是沒有跟進美國老大哥的政策 英國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 他剛上台的這一位新工黨的政府 他宣誓我們就是不會重返歐盟之外 他也說不會採取貿易保護主義 那事實上這個新任的貿易大臣雷諾茲 他就曾在7月表示了一定不會去調查大陸的電動車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幾個國家的態度 美國、加拿大、歐盟都對大陸電動車要課徵管稅 甚至喊到百分之百 但是只有英國沒有跟進是拒絕的 到底為什麼歐盟跟美國不會對英國施壓嗎 工黨不採取貿易保護主義這樣的態度能夠堅持多久 大謙委員怎麼看整個英國它在堅持什麼 對英國的工黨在貿易的問題上 它顯然它有自己的想法跟主張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工黨對外的談話都提到了 它對於中國大陸它有3C的政策 就是把中國大陸當作挑戰當作競爭 那麼當作各式各樣的區隔開的看法 所以在貿易上他認為他要就事論事 那麼很顯然的當然因為英國跟中國大陸之間 彼此之間有很龐大的貿易量 也就是說英國出口到中國大陸的商品也並不少 那麼如果在這個時刻他要跟著美國的背後走 去祭出高關稅 那你某種程度就是給了中國大陸一個報復的藉口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 當然難得 我是看到英國工黨這種就事論事的這種主張 尤其是他說他不要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的這種態度 其實我還蠻肯定 難得現在看到全球西方的領袖 終於有幾個有頭腦的人 不會像加拿大像歐盟的這些人 就到底要有多蠢才會做到跟美國屁股背後走 這樣的一些決定 事實上當歐盟跟加拿大對中國大陸電動車 寄輸重稅的時候 其實傷的不是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我們在節目講過非常多次了 中國大陸輸到歐洲的電動車 都不是大家所謂的BRD 不是這些 是他們自己歐洲的車廠在中國大陸設廠生產的 包含像特斯拉 像加拿大這一次也是啊 我就看著加拿大說要科百分之百的重稅 大家去查一下 特斯拉光在2023年啊 它就輸往加拿大大概四萬四千台的特斯拉的車子 所以你問一下加拿大的這些僑胞的各式各樣的朋友 在加拿大留學過的人都知道 在加拿大你要看到一台比亞迪不容易啊 可是滿街滿國的電動車都是特斯拉 所以這個稅理到底要怎麼科我也搞不太懂 你要科在特斯拉頭上嗎 就科馬斯克就對了 是這樣子嗎 還是你要來一個差別稅率 我說特斯拉低一點 中國大陸的高一點 可是事實上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根本就不是以歐盟跟這個加拿大為最主要的市場啊 那麼更重要的一點是 全球的環保人士也都提出警訊了 現在我們是希望全面的把我們的交通車輛的這個 這個發電的系統發動的系統做轉型的 所以希望大家全面的來使用電動車 這是為了要做節能減碳為了要保護地球 那全球的環保人士很納悶的一點是 明明現在的電動車的數量就是不夠 價格就是不夠低 那麼到底你美國加拿大歐盟這些國家 去嫌中國大陸的數量太多價格太低 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嗎 你現在全球就是希望說能夠有更多低價的電動車能夠供應 讓大家在這個選擇交通工具的時候 能夠選擇走電動車這條路 可是只有你美國加這個加拿大歐盟在走回頭路 所以你說這道這是貿易保護政策嗎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它是一個地緣政治敵意的一種反應 它事實上跟貿易保護政策不太相關的 就是你看到他們所針對的如果真的是貿易保護政策 你就是保護自己國內的貿易 可是他們不是啊 他們只針對中國大陸 就全世界其他國家要先放一邊 反正就只針對中國大陸 所以其實歐盟跟加拿大做這樣的蠢事 你最後的結果就是你給中國大陸一個報復的藉口 傷中國大陸電動車的這些車傷並不多 可是中國大陸將來就可以不要在歐盟繼續採購豬肉了 我說過像加拿大跟法國豬肉以後不要賣到中國大陸去啊 那德國的三大汽車廠該怎麼辦呢 德國的三大汽車廠還在中國大陸落地生產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中國大陸手上可以做的籌碼 所以我覺得英國的工黨某種程度比保守黨有一點腦子 就是說可以跟著美國老大哥背後走 你在地緣政治上 你在這個軍事部署上 你跟著美國老大哥可以 可是在貿易上現在顯然看起來工黨打算走自己的路 好 所以我們看到英國它是人間清醒嗎 所以確實因為在貿易上面 這個英國部分確實很需要中國大陸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經濟學人其實也做了分析說 英國的工黨這次不打算對大陸電動車課徵關稅 主要的原因就是擔心說我寄出關稅 這種重的關稅之後呢 接下來中國大陸會有它的報復手段 會衝擊工黨的安全經濟學 好首先是我們來關心的是車子的部分 英國的好車包括它的勞斯萊斯 它的捷報跟兵力都會將大陸視為是重要的出口市場 所以是不能得罪 另外中國大陸也可能針對蘇格蘭的鮭魚 威士忌採取報復 大陸市場對於英國來說為什麼這麼重要 來看有幾個數據 首先是鮭魚的進口的部分 大陸進口的大西洋鮭高達9.24萬噸 較前一年這是2023年的數據 較前一年增長了47% 那在威士忌的部分是BBC的報導說呢 威士忌目前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它的增數是以全球五倍的速度在做增長 難怪工黨不願意放棄這一些生意 得罪了自己的北部選民 所以我們看到大陸其實是掐住了 英國的汽車鮭魚威士忌 對於工黨的安全經濟學來說 有多大的影響 李昌志哥 工黨提出這個安全經濟學 那麼基本上就簡單講就是說 他們對於現有有優勢的 跟保持穩定的這種經濟 全球部分的英國全球經濟的優勢 那麼這個部分要保持穩定 不要輕易動盪 特別是不要跟隨著歐盟 這一些的部分的態度 還有美國的態度走 那我印象很深很有意思 現在比亞迪在整個大歐洲地區當中 倫敦有一個旗艦店 那這旗艦店真的是非常驚人 對比我們現在看到歐盟這種科增關稅 都好像要萎縮 唯獨在倫敦大賣特賣 那麼所以這個部分就形成強烈的對比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我們不得不來說 其實在英國各方面 剛剛看到這些 無論威士忌或鮭魚市場 第一個這個部分在中國是持續成長的 而且不只是這些數字 經貿誰在賺錢 就剛剛提到它背後其實主要是 剛剛講工黨的支持者的 這些區域的北部的 或者是沿海的這些基層的民眾 對他們是很重要工黨的支持者 所以他們特別眷顧這一點 當然我們要知道說 其實不得不說 英國這個動作如同前面大先所提到的 很特別 我覺得大家現在全世界經濟學人 第一時間就關注 因為它有沒有可能變成整個歐洲 現在本著歐盟地區來 對中國一路跟隨美國在打壓中國 它變成是個逆其道而起 甚至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破口 因為一旦英國的經濟 因為跟中國保持友好 穩定甚至還持續擴大 而其他跟隨著特別是像電動車這樣子 在行關稅懲罰的部分 那麼中國大陸有很多的部分 的懲治條件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很大的落差 會不會對於一些像貝斯 葡萄牙 西班牙這些小國 也依然需要中國大陸市場的 看一看最後還會跟隨英國的腳步 所以這個指標性很重要的 而且我最後提醒大家一點 要過去來講習近平在出訪整個歐洲 那麼多國家 雖然跟法國 修巴黎都很好 但是你不得不說 習近平真的對英國 當時不得了解他的時候 他留下習近平最重要的一張喝啤酒 喝得滿臉通紅的照片就是在英國 所以這點無論是怎麼樣 英國跟習近平之間的部分的關係 這種微妙性 我相信中國大陸如果英國有更多的誠意 因為我們剛剛講 習大大都還喝啤酒喝得滿臉通紅 這種照片會泄露出去 就表示說我覺得英國在看待中國 中國在看待英國確實是不太一樣 那麼這個破口一旦真正成立的話 很可能對於整個現在 整個對中國大陸的關稅的壓制戰當中來講 可能是對中國也是一線曙光 好我們持續來看到剛剛這個 上次哥也幫我們特別提到在英國倫敦這比亞迪的旗艦店 所以我們也來看看這個比亞迪目前在英國銷售狀況到底是如何 它主打銷售的部分是25000元英鎊 換算新台幣105萬元這一台車畫面上看到海豚 消費者都覺得說真的好便宜 顧問公司也做了一個分析說 未來比亞迪還有可能在英國持續的降價幅度 達到了30%左右的一個空間 整體來看中國大陸的品牌在英國它的電動車銷量 其實也在不斷的上升當中 五年前大約市佔率只有3%到4% 現在可以到10%左右了 非常的多 另外呢 越來越多西方品牌也將電動車的這個製造轉至大陸 現在其實呢 英國它的兩成的電動車都是中國大陸所製造的 好 但是難道英國它不會擔心嗎 說這個引發英國自己車業的危機嗎 為什麼它不怕呀 縣長怎麼看 這個是電動車嘛 我今天看到這個題目 第一個想到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它讓這個電動車進來的話 誰會受到最大的傷害 那當然是超越它的賣的 這也會受到傷害 那我查了一下前五名 第一名是特斯拉 美國的 第二名是德國的BMW 第三名是德國的Volkswagen 第四名是韓國的現代 第五名才是比亞迪 所以我如果讓比亞迪全力進來 我不讓你自由在這賣的話 誰受損害 沒有英國啊 而且英國這個國家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一個民族 它畢竟曾經是一個日不落的國家 你到英國去你就會發現 它好比說它有一個飛鏢的一個活動 我在英國晚上看那個 它那個飛鏢就像我們職棒一樣 你知道嗎 幾千個人在那裡 大家在那喝啤酒 那個大螢幕那個一個一個飛鏢 他們完全在問他自己的 他們完全不在乎你這裡 這個世界別人是誰 他就是他 所以他脫歐了 你有沒有發現他脫歐了 好你不跟你脫歐了 你再去反中 你要跟誰做生意 兩個最大的市場 那你只能跟美國做生意了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再加上這個叫做什麼2030年前 他們想要達到零碳或是低碳 不要用燃油汽車 誰能幫它實現 中國 而且你看它的一連串措施 其實都是對的 叫做什麼東西 技術合作 我是打不過你 我跟你技術合作可不可以 你來我這裡生產可不可以 我們這個現在生產鏈都是世界性的 就是我打不過你怎麼辦 我就加入你 我們一起來賺錢 你有什麼好限制它的 所以英國人其實真的是一個 叫做日不落的國家 人家還是就像剛剛委員說 他們有頭腦 是 謝謝建長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認識 Salut 我打不過你 ?